电影一开始,在一个别墅门口,豪车罗列,一众激装男,井然有趣地恭候在门外 原来,今天是日本最大黑帮山王会的内部聚会 各位组长齐聚会长官内家中用餐 不久,用餐结束了 职员组组长池源正与离开时 会长官内的二把手关二却交入了他 警告他,最近跟村赖组长走得太近了 这样,会让会长以为他们在密谋什么 让池源尽快吞灭了村赖组,以正清白 尽管他跟村赖曾是好兄弟 但那微不足道的兄弟情,怎么比得上自己在山王会的地位 职员没有丝毫犹豫地同意了 但这件事,显然不能做得太难看 也不能真的自己出马 于是,职员转头就将这件事交给了他的干儿子大友 并交代他,要将这件事做得让外界以为是他们之间有分歧 大友领命之后,很快就闪开了行动 黑帮之间最能证明地位的,就是地盘划分 存心要调试的大友,在领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村赖组的地盘上,开了一家事务所 光有事务所还不够,还得主动挑起事端 就这样,大友组派出了一名小弟 前去村赖组旗下的夜场会 这可不是一般的夜场会 是一家收费近乎离谱的夜场会 果然,大友组的小弟不过是喝了几瓶酒 就被要价几百万 小弟很快提出自己的事务所离这儿很近 让夜场会马仔跟着去拿钱 村赖组的马仔没多想,就跟着去了 但一到那儿,马仔就愣住了 事务所里赫然写着池元集团几个大字 这是跟自己大哥有交情的小组 怎么能向他们收钱 村赖组的马仔百般推诿着 大友组的二把手到二 还是坚持让他收下这笔钱 村赖组马仔只能切切地带着这笔钱离开 停止了这件事的村赖大惊失色 骗了池元集团的钱,这不是工人挑衅吗 改忙让记得二把手村二 带着双倍的钱和这个小弟的一根手指去赔罪 但大友本来就是来挑事的 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和解了 就故意出言讽刺村二 并拿出一把断了个小刀 说真有诚意,就也切下自己的一根手指 村赖组作为一个野生的小帮派 想跟池元组背后的山王会对抗 无意于天方夜谭 村二只能硬着头皮,试图切下自己的手指 但显然这把小刀不够锋利 根本切不下来 大友监着,直接拿起刀刷刷两下 在村二脸上划了两刀,才把它们放了回去 村赖看到煞雨而归的村二 你知道这件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于是便打算亲自上门拜访好兄弟池元 来解决这件事 但这件事本就是池元受益的 他怎么可能真心帮助村赖解决这件事 搪塞了一番,就将村赖送走了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结束 夜晚,之前负责下套的那名小弟 游戏夜场会寻衅滋事 这一举动让村赖的手下马仔彻底忍不了了 将他打云带走 送到村二面前解决了他 这个消息一传到大友的耳朵里 他知道,这是个跟村赖彻底翻脸的好时机 于是,大友马上派人找到了正准备潜逃回家的马仔 在他回家的路上解决了他 现在,大友跟村赖各损失了一条人命 村赖以为只要自己肯割地赔款 这件事就到此解决了 但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在村赖上门道歉并表示愿意多给分红之后 关内反而对池元又施加了压力 要叫他尽快吞并村赖的地盘 得到命令的池元一转头又将这件事交给大友 示意他可以对村赖动粗 尽管大友对此表示质疑 但在池元的要求下,还是对村赖下手了 大友在村赖前去看牙医时找上门来 为他提供了一番补牙服务后就扬长而去 尽管村赖纷纷不平 但面对大友背后的山王慧也只能低头 他再次找到池元,表示自己即将退休了 并将自己所得分红的50%上交给山王慧 池元很是满意 这意味着村赖族要正式被拿入池元族旗下了 不久,大友族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接受村赖族的地盘 找到村赖族手下的毒贩 要叫他提供更高的分红 但毒贩却表示,分红再高自己就血本无归了 并向大二提供了另一个赚钱的方法 在大使馆内开设赌场 因为大使馆不受日本管辖 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惩罚 大二显然心动了 于是派人找到大使馆的负责人 但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轻易同意 这不是自寻死度吗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好言相劝行不通,那就换一个方法 又是一个宿醉后的早上 大使猛地被一巴掌拍醒 顺头一看 昨晚带回来的女人已经残存在自己身边 而不知为何出现在这里的大二早已经拍下了照片 显然,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陷害 但不管真相如何 面对这些照片,大使只能低头 就这样,大友组得偿所愿地在大使馆里开启了赌场 池原也开始整日留恋在赌场里 碍于他是大友的干爹 赌场里的人也不好向他收钱 池原甚至明目张胆地要求大友手下给放水 就这样,运气越积越多 但大友还是顾念池原对自己的提携之恩 在稍加提醒,却被池原驳回后也不再作声 但在此时,大友却发现毒品的利润似乎越来越少 在对手下的人一番逼问之后才知道 原来村赖只是名义上的放手 但在背地里还是操控着毒品的买卖 池原得之后,便直接命令大友出面 去彻底解决了村赖 兄弟秦宜在毒品的巨额利润面前不知一提 于是,大友真的村赖带着手下去澡堂 毫无防备的时候 单枪匹马地便闯了进去 几乡便将村赖带身边的小笔统统解决了 也因为这次死亡人数太多了 警察盯上了大友 但因为证据不足,只能先放了他 官队得知后,便直接让池原驱逐大友 在他的计划里 大友本来也只是替罪羊的角色 如此事情完成得差不多了 大友也没有利用价值,无需留着 官二文言连忙追问 那要如何处理池原 官队曾向官二许诺 这件事结束后,就让他接手池原组 既然这样,那池原显然也不能留着 但官队似乎忘了他的诺言 对池原似乎不想多加行动 官二知晓了官队的态度,没有多说 但一场局地反杀,已经开始默默酝酿 没有谁愿意一直做青年老二 更何况,是一直被利用的老二 文一边,大友接到了池原的放逐电话 他不可知性地质问池原 我做了这么多,到头来只得到放逐的下场 但池原本就是利益之上 损失一个大友不算什么 于是,在一番安慰家敷衍之后 就刮掉了电话 一直到池原根本不会帮助自己之后 大友决定亲自去找官内要个说法 但是按照黑道规定 越级求剑是要切掉自己的一根手指的 但是以至此,大友只能忍痛 切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带上他去求见官内 但是狡猾的官内却将锅甩给了池原 告诉大友,驱逐的命令不是自己下的 这一切都是池原自己的意思 并且允诺大友,只要他解决了池原 他就是池原组的新组长 今朝家旧恨,又在利益的发酵下 大友决定不再容忍池原的所作所为 于是在池原又一次前去赌场消遣的时候 将他送上了西天 并利用大使馆的车前去抛尸 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官内用大友的手成功地解决了池原 又打算用别人的手解决大友 还是池原组的组长 官内再次利用这个职位 让池原的二把手池二前去干掉大友 现莫杀驴才是黑道惯用的套路 但池二似乎还没从前人的遭遇里领悟出来 就已经开始对大友下手了 小弟,女人,事务所,池二一个不辣 只要是跟大友有关的全部毁掉 到这里,大友败局已定 没有回天之力 他只能跟警方合作 虽然下半生可能会在牢里度过 但好歹保住了一条命 完成这一切的池二来到官内家中复命 官二面带笑意地夸奖了池二一番 并表示,不久就会宣布他就是新任组长 但一转头 官二就在官内的手艺下 一枪解决了池二 到这里 一场官内部下的螳螂捕馋的大戏到此落幕 不等他脸上赢家的笑容消失 官二抬手又给了官内一枪 官内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知尽 官二解决了在场的人之后 将现场伪造成池二杀人后 被反杀的假象 等到人们听到枪声赶来 官二已经是一脸悲痛地抱着官内 没有任何意外 官二如愿坐上了官内的位置 山王会的新任会长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才是故事的结局 电影的最后 身处监狱的大友却遇见了村二 一道郑重腹部 大友会就此与命吗 山王会内部的新风血雨 就到此结束了吗 预知后事 可以去看看极恶肥道二 日本最大黑帮山王会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 原山王会会长官内的二把手 官二成功通过施主上位 成为了山王会的新任会长 而山王会旗下的一个 小分支大友组的二把手石垣 也因为帮助官二 扳倒了大友 成功做成了山王会的第二把教育 五年过去了 山王会在官二和石垣的带领下 发展得越来越壮大 在警局内部都不乏有自己的势力 而这五年中 也有警察在陆陆续续地调查 山王会与仲介之间的联系 但无一不被灭口 最后通过警方的内部关系 将案件与山王会撇清 其中 黑警察骗刚出了不小的力 但是骗刚的野心不止于此 一方面 他任劳日愿地帮山王会善后 另一方面 就要在挑起山王会的内部争斗 其实不等骗刚挑起斗争 山王会内部早就军薰换散 一个偌大的集团 突然落入外人之手 那些参与建立山王会的老臣 早就怨胜载道 再加上 官二总是提携新人 其中就以傅田为首的老臣最为不满 而骗刚对此早有觉察 趁机找到了傅田 怂恿他将官二十元取而代之 自己走上集团首领的位置 傅田文言有些举动摇 但并没有直接答应 于是骗刚又给傅田打了一记强心针 邀请他跟自己去大阪 见花灵会的会长 有了花灵会和警方的支持 想要将官二取而代之 似乎也不是特别难的事 于是 傅田就跟骗刚坐上了前往大半的车 期间 傅田跟花灵会的会长相谈甚欢 双方甚至敲定了合作事宜 傅田似乎已经看到了山王会会长的位置 在跟自己招手 但没想到 等自己回到山王会后 等待自己的就是官二的质问 原来是花灵会会长和自己的手下 双双出卖了自己 都将这件事告诉了官二 傅田没想到 花灵会当面跟自己谈笑风声 一转头就将自己卖了 但现在来不及西洋这些 眼见自己的谋划被戳穿了 傅田赶紧跪地就绕 声力俱下的哀求官二和诗言 放自己一马 但一个已经蓄谋背叛自己的人 官二是绝对不能容忍 一将接受了傅田的击乱 他又找到了这件事 真正的幕后黑手 偏刚 官二知道凭借傅田一个人的力量 他是不能 也不敢背叛自己 背后绝对少不了 偏刚的推波助澜 再看到气势汹汹 前来警告自己的官二 偏刚也不惊慌 本而告诉了他们一个更为惊讶的消息 五年前在监狱被刺杀的大友并没有死 还好好的活着 这个消息 放后一块大石头 狠狠地压上了官二和诗言的心头 以大友当年的手段 他要是出来了 对山王会和自己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尤其是诗言 当年他就是靠着背叛大友坐上了这个位置 时至今日 山王会里还不乏有嘲笑他用卑劣的手段上位的人 大友的存在 只会让自己更加难看 自己和大友注定只能活一个 就在石原已经在心里置大友于死地的时候 偏刚得知自己的离间计没有作效 又另生一计 决定放火归山 动用自己在警局的人脉 将大友假释出狱 这一举动 无疑将大友置于斗争的中心 大友一旦出狱 官二和石原必定不会坐视不管 一定会将他置于死地 但大友又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被打倒呢 到时 日本黑帮内部又即将迎来一场西风雀雨的巨变 但偏刚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待大友与官二斗的两败俱伤时 自己就可以坐受渔翁之力 等到大友出狱那天 偏刚打算前来接大友 却没想到 大友已经被人接走 偏刚调查了才知道 原来接走大友的 居然是一个毒贩大佬 名叫长山带 现在掌握着日韩两国的毒品交易 没想到 大友现在这么落魄 还有一个大靠山 大友本就不愿复仇 现在又被靠大山 复仇与他而言 更是可有可恶 如此一来 更不利于偏刚实现自己两虎相斗的计划 于是 偏刚又给大友打了一通电话 将他约了出来 对他小致以情 动之以理 还叫上了曾在监狱里 捅了大友一刀的村二 打算让他们合力对付山王会 在偏刚的撮合下 两人兵事前嫌 但尽管如此 大友还是不想重造就业 再次卷入帮派斗争里 先走 偏刚只能先走吧 而村二因为担心大友的安慰 特地派了两个小弟来保护大友 尽管大友再三声明 自己不需要保护 两个小弟还是尽职尽责的 每天跟着大友 另一边 石原在得知大友已经出役的消息 马上派人去刺杀大友 但走近 大友只是被刺中腹部 捡回了一条命 两个热血方钢的小弟 在看到身受重伤的大友 觉得是自己护主无力 单枪劈马的 就想去找石原报仇 但没想到 没报得了仇 还反而被石原抓了个正招 没能从小弟随里逃出话来 石原直接下令 将他们套在马袋里 活活打死 大友本无心去跟上王会作对 但上王会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地 伤害自己和身边的人 大友没有办法再忍下去 于是 大友答应了曾儿的建议 两人前去花灵会 请求庇护 但没想到 当曾儿带着大友前去花灵会 说明来意时 接见他们的二当家 却摆出了一副不欢迎的态度 理由不用多说 曾儿跟大友现在无前无事 哪怕有过辉煌的经历 那也只是过去 他们并不能给花灵会 带来什么时机的好处 大友一声叱咤风云 何曾体会过这种 备受冷眼的滋味 便出言挑衅 眼见双方剑拔弩张 二当家更是扬言要杀了大友 村二只能咬掉自己的一根手指 才平息了这段恩怨 就在大友跟村二以为 寻求花灵会的帮忙 已经泡汤了时 花灵会的会长 却答应帮助他们 派了些人手 供他们驱使 并让其暗地里 调查当年官二 能坐上山王会首领的真相 大友找到官二身边的保镖 从他嘴里知道了 当年官二上位的真相 在得知了真相后 花灵会会长出面 找来官二 假装这是石垣泄露给自己的 提醒他 要小心石垣 他能背叛一次大哥 就能背叛两次 果然 在知道了这个消息后 官二不已有他 深信石垣已经起了异心 想要将自己取而代之了 于是 便走了一个局 告诉石垣 当年脸上被画了两刀的蹭二 已经抓住了大友 让他前去看看大友的下场 石垣并不知道 两人已经病逝前嫌 听到这个消息 迫迫及待的就联系到曾二 来到约定的地点 但石垣没想到 自己刚到这里不久 带来的手下 无一例外的都被干掉了 石垣察觉到 这可能是一个圈套 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大友的面前 石垣声泪俱下 百般求饶 但在黑道摸爬滚打 十几年的大友 根本不为所动 现在的大友 只想为自己 为那无辜死去的兄弟报仇 但大友到底没有自己动手 而是将石垣的姓名 交给了投球机 随着棒球 一颗一颗的发射 石垣的生命 也到此终结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石垣到死 也没能明白这个道理 处理掉石垣 下一个 就是关二本人 花灵慧将 关二保镖的录音放出 善王会的老臣们得知真相 纷纷脱离了关二 他现在可谓重判亲离 所成不得的几个会所 也在大友的带领下 纷纷被剿灭 直到如今 关二只能引退 将善王会交给别人 花灵慧更是趁乱 吞并了善王会 将其纳入自己会下 离开了山王会 关二成为了一个 平庸的社会公民 在他又一次失忆地 走入游戏厅后 大友坐在了他身边 在关二还没反应过来时 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至此 以关二和大友为首的山王会 与花灵慧之间的斗争 到此为止 花灵慧许诺村二 拥有一个自己的会所 但同时 他要将大友放逐 但与上一次的放逐不同的是 这次的村二 并没有听从花灵慧的话 选择留下了大友 但没想到 对此花灵慧直接派了一批杀手 来到村二的办公室 将全部人都射杀殆尽 还把现场布置得像是大友下的手 在村二的葬礼上 片刚也来了 他料到大友会来 来为兄弟报仇 片刚甚至贴心地为大友递上了枪 正当他期待大友为了报仇 与花灵慧火拼 仰拜巨伤时 大友却直接对着片刚来了一家 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 大友为何当众射杀警察 而身负命案 且当众侍警的他 又该何举何从 感兴趣的可以移不到 极恶飞到三 一谈究竟 大友在经历了入狱 刺杀 复仇 非常命案之后 得到了韩国政治工业的首脑 张先生的庇护 告别了过去 来到韩国重新开始 现在掌管着张先生的一家会所 过着悠闲的半退休生活 如果后半生 大友可以就这么安然度过 也不是为一个好结局 但天不随人愿 一天 大友掌管的会所小弟来报告 有人在会所闹事 大友一听 马上动身来到会所 却发现来人 正是花灵会的一个小头目 花田 因为对会所里的小姐 提出不合理要求 遭到拒绝 所以动手打伤了小姐 但花田对大友的来历 并不清楚 仗着花田会 现在如日中天的地位 丝毫没有回忆 甚至连账都不想结 但大友又起回 就这么算了 态度强硬的 让花田付200万日月 这件事才算了结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气质上 本就输大友一头的花田 在大友众多小弟的怒视下 只能答应 等明天取了钱就上交 但这也是花田的缓兵之计 大友一走 花田直接让手下 将大友留下来 收钱的小弟打死 尸体直接扔到沙滩上 而自己 则带着手下逃回日本 大友得知了之后 尽管气费 但是在张先生的事宜下 也没有做出什么 出格的事情 而回到日本的花田 跟花灵会的三把手 花三说了这件事 两人才惊觉 花田惹的不是什么小人物 而是在黑道 赫赫有名的张先生 在日本和韩国 都有举足轻壮的地位 这件事如果没有处理妥善 别说自己的性命 可能还会挑起 帮派之间的矛盾 这么一想 花三就让花田 赶快为自己准备三千万 自己亲自前去东京 拜访张先生 解决这件事 但花三没想到 这三千万 对于张先生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他想要的不过是诚意 所以在刚才来见他的 只是花灵会三把手时 倍感不尊重 就让手下拿了三千万 让花三带走 无奈 花三只能带着花田 拆着六千万亲信而归 在回去的路上 花三意识到 张先生的意思 可能没那么简单 他可能是要 花灵会内部 自己解决这件事 于是 他又让花田 准备了两亿的现金 分别用于自己打点上下 和交给花灵会 二把手花二 由他出面解决这件事 但没想到 花二的到来 也没能让张先生 另眼相待 反而比第一次更加无视 前程不理会花二 专心谈公事 没用多久 一笔八十一点生意 就谈成了 无疑 这是张先生 再给花二一个恰马位 就这样 花二连一句话 都没跟张先生说上 就被送走了 在回去的路上 正当花二跟花田 谈论着晚饭 到底吃什么时 前面的车子突然停了 这让花二的车 也寸步难行 紧接着 前面的车上下来一个人 敲了敲车门 略带牵引地说 走错路了 他们的车子需要掉头 花二不耐烦地要求快点 却没想到 那个人一转头 便从花里掏出一把箱 两下便干掉了 前面的司机和保镖 正当花田被吓得抱头鼠窜时 花二却掩命而笑 然后打开车门下了车 原来花林汇的那步矛盾 一直没有解决 现任花林汇的老大野村 是老会长的女婿 是文职出身 没有黑道经历 这让稳坐花林汇二把手的 花二颇有意见 找到机会 便会挤对野村 而野村自知 自己不是担任老大的料 但也不想就这样 将花林汇交给花二 于是找到了花三 许诺他 只要在花二前去东京 是成功干掉了他 并伪装成是张先生所为 那么花林汇新任会长 就是他了 不用说 野村打的是一石二鸟的主意 不仅除掉了他的眼中丁花二 还找到理由对付他的最佳 张先生 不是为一不好气 但花三在花林汇 摸爬滚打那么多年 自知自己也是 剁不过花二的 索性河盘托珠 将野村对他说的话 继续告诉了花二 花二得之后 便打算将计就计 来个惊蝉脱鞘 让野村以为 自己真的已经死了 这便有了刚刚这么一处 而现在 万事俱备 就只差一个 回去谎暴军情的人 最好的人选 无疑是同坐一车的花田 于是 花二下了车 便质问花田 到底选择站在哪一边 毋庸置疑 花二依然大势所居 花田没有犹豫 便答应站在花二这一边 花二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便叮嘱花田 回去后不要忘了跟野村说 这次出行 除了花田自己 其余人全军覆没 说着 就让手下带着尸体的车 开下了盒 还把花田也扔下了盒 作息 当然要越逼真越好 花田就这样 假装身负重伤地 回到了花林汇 向野村报告了花二的死讯 野村洋装大怒 让花田马上带上人手 去为花二向张先生报仇 时机就选在张先生前 去咖啡馆市 花田让手下的人马闯进去 自己在他外面关站 没用多久 咖啡馆里 就只剩下一个 小罗罗和张先生 正当小罗罗 颤颤巍巍的举行 瞄准张先生时 一声枪响 小罗罗硬伤倒地 原来是张先生身边的 得力助手李先生 及时赶到 救下了张先生 很快 原在韩国的大友 就听说了这件事 他再也安安不住 马上飞回到了日本 但一下飞机 便被警方带走 审问他身上的命案 但没多久 审问大友的警察 便收到上级通知 张先生施压了 让他们放了大友 无奈 警察只能看着大友 又一次离开了警局 赶来帮助大友的李先生 想要劝大友回韩国 但大友已经想定决心 要帮张先生报仇 不会这么轻易回去 于是便让李先生 对张先生说 自己已经返回韩国 让张先生不要挂心 之后便独自离开 打算自己举于这件事 失去了张先生的力量 大友叫来了 11日的黑道好友 让他们帮助自己复仇 集齐了人马和装备 大友的第一步 就是先干掉那伙 对张先生下手的人 趁着他们齐聚会所 大友在这小弟们冲进去 不等他们反应 便干掉了花灵慧的人 只剩下给他通风报仙的 山王会的人 首战告捷 但这也意味着打草惊蛇 让花灵慧知晓了 大友回来复仇的事 很快 花灵慧也展开了反击 拍出了一伙人 假扮张先生的部下 接近大友 他们想到 大友一句话便识破了 随即便展开了激烈的追战 对方全军覆没 但大友这边也不容乐观 只剩下大友跟一个小弟 但大友的复仇之路 并没有就此结束 很快 花二便找上了大友 但不是为了寻仇 而是期待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野村 野村想要杀掉花二 想要除掉大友的上级张先生 如果两人可以联手将野村除掉 便再好不过了 花二还告诉大友 不久之后 花灵慧会为一个 刚出役的小偷莫举办欢迎会 那是个绝佳的动手机会 大友假意答应了 但花二没想到 小气的野村因为不想送礼 而拒绝出去欢迎会 这次的暗杀计划 只能先搁浅 但知道之后的花二 并不感到愤怒 解决野村的机会有的是 今天晚上的聚会确实难得 自己刚好可以在聚会上 宣布起言试 就这样 本该死去的花二 出现在了欢迎会上 控诉了野村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并指出野村在位时 毫无建树 告诉花灵慧的小头目们 只有跟着自己 才是正确的 正当花二正说的群情激愤时 大友带着小弟 一人拿着一把冲锋枪 闯了进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通扫射 带走花灵慧一大半的人同 花二对此气愤不已 但又无可奈何 心里安安离至 总有一天 要让大友付出代价 但好在花灵慧剩下的人 都愿意拥戴花二 成为花灵慧新任会长 已经得到明显的花二 直接闯入野村家中 将他带走 交给了大友 杀害大哥的罪名可不小 有关二的前车之鉴 花二当然不会冒这个险 这件事 当然是由大友来做最好 大友也没有推辞 毕竟他对野村是恨之入骨 便将它埋在了地里 任来往汽车碾压 解决了野村 大友的复仇之路 已经完成一大半了 现在只剩下了花田 大友找到花田 刚好他正被五花大绑 绑在床上 大友直接在他嘴里 塞了一个炸药 随着一声爆炸声 大友的复仇之路 就到此结束了 但花二却以大友 杀了花田为由 要求张先生身边的 李先生给个说法 李先生一直觉得 大友是张先生问题的来源 这次花林会找上门药说法 李先生便打算 索性就此了结大友 而另一边的大友 一无所知 送走了唯一的手下之后 大友要去做最后一件事 杀死曾二的凶手 还逍遥法外 大友要去做最后的了结 通过李先生的帮助 大友找到了凶手的下落 直接了当地解决了他们 此后跟着李先生离开 车开到海边 大友看着掏出枪 对着自己的李先生 并不感到意外 这次说了句 大友我向张先生问好 便举起枪对战自己的下巴 随着枪响 大友应声倒地 谁也想不到 铁区一声的黑道 传奇大友 最后竟是死于自杀 也许大友早就察觉到 李先生的杀意 但没有逃跑 也许是疲于 应对黑道 无休无止的争斗 也可能是不想 再麻烦张先生 为自己解决剩下的事 所以选择到此为止 这也不是为最好的结局 希望大友可以在另一个世界 过上他想要的生活 每天钓钓鱼 跟学面人聊聊天 一如开头那样 这就足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